嗨,欢迎收看自由感觉,我是杨阳 前几天网上一个票选最能代表东北的城市的活动引起的热议 有人认为是沈阳,也有剑奏偏锋认为是大连的 让人大跌眼睛,你们不考虑一下哈尔滨的感受吗? 哈尔滨地处东北,被誉为欧亚大陆的明珠 它的历史远远流长,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 20世纪初,随着中东铁路建设,人口开始在哈尔滨聚集 中东铁路建成时,哈尔滨同时形成近代城市的出行 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桥迷聚集这里 19个国家在此设临市馆 提到哈尔滨,很难不想起那句我们一起哈皮 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,已经有百年历史 营销量30多万吨,人均啤酒消费两居全国首位 酒量也是能代表东北的 那你再猜一下,全国最热爱东勇的是哪个城市呢? 你可能也没有想到,越冷的地方还越能挑战自我 东勇是哈尔滨富有特色的体育活动 表现了哈尔滨人不畏严寒的强壮体魄和坚强意志 你要知道,在冬季,哈尔滨的室外温度平均在零下20度啊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,哈尔滨素来有着东方小巴黎,东方莫斯科的美名 室内建筑中西河壁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名城 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,尼古拉教堂,俄罗斯木屋等 每年一度的哈尔滨冰雪节,冰灯博览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 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自由感觉让旅行更好玩,下期不见不散哦